画面中可以看到穹雄大火就在隔壁道路上不断燃烧 路过民众纷纷从车子里面拍下这可怕的景象 那么这是美国田纳西州当地时间周一晚上 一架飞机直接坠毁在40号洲际公路 那么根据美国各大媒体报道 当晚7点40分左右 纳什维尔的约翰图文机场就有接获这架飞机机士的讯息 他说引擎故障失去动力需要塔台批准降落 然而尽管货准了机师后来却说飞不到机场了 结果没多久就不幸坠机骑货 消防单位赶到现场的时候 整架飞机就已经被烈焰吞噬 而初步调查是因为撞击导致飞机爆炸 虽然没有波及到附近车辆或建筑 但机上没有人生还 确切的死亡人数目前也还不清楚 而现在只知道这架飞机是单引擎飞机 但从哪里起飞以及目的地在哪 警方现在还在了解当中 至于美国联邦相关机构 也都已经赶紧派人去现场调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